于先生说 这辆奥迪A6L是2019年11月在嘉兴南湖的永澳奥迪赛斯店买的 当时花了30多万 按照订车协议上的内容 汽车用品加装项目中有一套全景影像系统 于先生告诉记者 问题就抽在全景影像系统上面 手机视频显示 连接全景影像系统的这块中控屏经常出现黑屏现象 目前赛斯店即使把车上相应的接线拔掉了 中控屏跟全景影像系统断开连接之后 屏幕已经恢复正常 于先生说 这块中控屏第一次出现黑屏是去年1月份 也就是新车买来两个多月以后 就是黑屏 闪屏 以前是两年闪铁一次 后来就是一天几次了 那么它发生黑屏之后 您这个倒车影像也用不了 用不了 于先生告诉记者 事后他把车子开到赛斯店 做过多次维修 中控屏黑屏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赛斯店给车辆换过两套同品牌的全景影像系统 现在车上装的是第三套 那换到第三套情况怎么样 不能用的 换好之后大概一个星期吧 又出现这种问题 那么后来赛斯店给您怎么处理 它是强制 它要求我退掉 把这个退掉 那么是把钱退给您的还是怎么样 于先生说 自己的驾龄将近20年 凭他的驾驶经验 开车不需要车辆盲区监测系统的辅助 对于具体的解决方案 于先生有自己的想法 我换一个原车的 能用的360也可以的 要么不能换 你就把钱退给我 勇奥奥奥迪萨斯店精品部的樊经理承认 于先生这辆车他们做过多次维修和检测 也给车辆换过全新的全景影像系统 中控屏黑屏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那么我们集团采购部的意思就是说 包括也问过了一个就是这个360全景的一个供应商 那他建议我们说 那我们把这个360拆掉之后 看一下 是客户车子大概开了半个月左右 也没有什么问题 工艺商给到我们的建议 就是说 那有可能就是说 这个360跟客户的那个车子不匹配 只给他一辆车装过吗 不是 我们其他车也都装 都没有这个问题 樊经理表示 按照这份订车协议 当初于先生购买了5500元的汽车用品 加装套餐 包括原厂龙膜 全景影像系统 脚垫和尾箱垫 赛斯店不能把全景影像系统的钱 单独退给余先生 但是他们可以提供相同价值的产品 或者车辆保养服务 对此 余先生不同意 一般我们对外报价是多少 我们对外报价的话 都是要3000到4000左右的价格 我们是相当于是一个成本价给到了客户 客户如果把360全景这套设备 退款给我们的话 那我们就是补偿给客户两次车辆的保养 盲区监测就相当于是辅助驾驶员驾驶的一个系统 那它的价值的话 跟客户原先购买的360的价值 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我要求就是通通价格 退款我 退现金给你 后来余先生反馈 赛斯店答应换一套其他品牌的全景影像系统 他同意了 腰包横剑记者报道